两宋十八位皇帝中 宋礼宗赵云可以说是出身最低 血统也最不纯正的一位 虽然也是赵宋皇室出身 但却和皇室的血缘十分的疏远 要不是使弥远把他找来当皇帝 估摸着这辈子就会终老于乡野之中 和诸多被权臣拥立的皇帝一样 宋礼宗一开始只是一个傀儡 朝政大权都被使弥远掌握 直到使弥远去世后才得以亲政 也是在这个时候 宋礼宗完成了北伐灭金的军事行动 将金哀宗的遗骨奉于太庙 告卫辉亲二弟在天之灵 算是给老赵家出了恶气 但此时蒙古已经崛起 宋礼宗发现即便怎么努力 结局还是一样 开始摆烂戴政 将朝政大权都交给贾四道 也让南宋国事急衰 最终走向灭亡 可以说宋礼宗是南宋 一百五十多年里最关键的君主 后世对他的评价也两极分化 但不可否认 前妻的宋礼宗的确做得非常出色 甚至超过宋孝宗 天上掉下来一个皇位 赵云是宋宁宗的远房堂旨 原名叫赵宇举 是赵匡印之子赵德昭的十世孙 父亲赵熙卢与皇室血缘十分疏远 在世的时候只当过九品的小官 可以说童年的赵云过的生活和平民一样 赵云等进入皇宫靠的是 全臣史弥远 宋宁宗的继承人阵王赵红非常厌恶他 私下里多次说 要把史弥远流放到海南岛 甚至在地图上找海南岛的位置 当时海南岛可是蛮荒之地 流放到那里就差不多埋在那了 思来想去 史弥远决定另立他人 选来选去就找到平民出身的宋朝 疏远宗室赵云 甚至宗室身份都未必靠谱 当然赵红并没有被废除继承人的位置 家定十七年 一千二百二十四年 宋宁宗驾崩后 赵红还跑到皇宫 问自己为何一个当皇帝的人 还站在班列上 史弥远带着一帮大臣 忽悠他说登基后才能坐上龙椅 赵红相信了 结果却发现坐在龙椅上的居然是赵云 就这样赵云稀里糊涂地登了基 视为宋立宗 对于朝臣来说 宋立宗其实是一个来路不正的皇帝 认为其不过是史弥远拥立的傀儡 对其感到厌恶 至于正牌的宋宁宗儿子 也有不少人想要重新拥立他为帝 试图推翻宋立宗以及史弥远的统治 赵红本身并无反应 只是被胁迫而已 最终雍丽失败 在史弥远的逼迫下 宋立宗还是杀了赵红 此时宋立宗虽然为皇帝 但朝政大权都被史弥远掌握 此时的处境向极了后世的红光帝 红光帝是马世英雍丽的傀儡 被另一派东林党人厌恶 东林党想要利禄亡 双方内斗不断 此时不仅还有内忧 外患也非常严重 红光帝继位的时候 满清已经入关 李自成等农民军还在湖广一带活动 宋立宗也是如此 但蒙古人可比满清强多了 满清不过入关而已 但蒙古已经雄聚世界 征服了东欧和中亚 金朝也不是李自成能比的 此时的金朝入主中原一百多年 在河南已经定都二十年了 更要命的是 红光帝好歹是万历的亲孙子 而宋立宗不过是宋太祖儿子的十世孙 和皇室相隔十一代 自幼生长在民间 靖康之变后 宗室御蝶散师都没法证明自己的身份 这就是宋立宗的开局 端平更化 灭亡金朝 宋立宗自幼生长于民间 比起长在深宫里的其他贵族 多了不少阅历 自身也比较聪颖含蓄 在宫中几年的生活 已经对宫廷内斗有了更深的了解 他也知道自己是被史弥远拥立的 为了保全自己 他采取韬光养晦的沉默态度 毕竟自己一个青年人 总能熬过半截入土的史弥远 少定六年 一千二百三十三年 史弥远病逝 隐人九年的宋立宗 终于可以施展自己的报复 四年改元端平 宣告属于自己的时代到来 对于宋立宗来说 史弥远死后 朝廷内外对于他的皇位 依旧有争议 他急需稳固自己的皇位 他的方法就是联猛灭金 宋立宗初期 蒙古已经崛起 并且不断进攻金朝 金朝一度求援南宋 对于这件事 朝廷内外分歧很大 一部分人主张联蒙灭金 恢复中原 另一部分人则强调 纯王齿寒的道理 希望以金为翻平 不能重蹈覆辙 至于宋立宗 他最后的决定就是联蒙灭金 他需要通过过灭金 来稳固自己的皇位 如果能灭了金朝 将金朝皇帝带到太庙 告辑宋徽宗 宋亲宗 那么朝廷内外 就没人再会说他皇位不正 而他也就是大宋名正言顺的皇帝 少定六年 1233年 宋军正式出兵进攻金朝 端平元年 1234年 正月 宋军攻破金朝最后的据点蔡州 金哀宗自义而死 金朝灭亡 金哀宗的遗骨 也被宋立宗告辑太庙 灭了金朝后 宋立宗 试图收复中原 而蒙古 也故意让宋军进入洛阳 试图诱敌深入 歼灭宋军主力 宋立宗 直到是蒙古人的计策 但还是要求孟拱想办法 挡住蒙古人 然后派文官祭祀 洛阳巩义的北宋 黄陵后再离开洛阳 至此宋立宗才被南宋军民真正地接受 毕竟能俘虏金主的头骨 告辑宋徽宗 并且祭祀过巩义宋太祖 宋人宗黄陵的人 不管他即位如何的不合法 在这一刻 他就是名正言顺的大宋皇帝 虽然灭亡了金朝 但南宋需要直面强大的蒙古 而且蒙古也正有此意 想要一鼓作气征服南宋 不久就从河南等地开始进攻 一直打到长江北岸 危急时刻 宋立宗依旧选择信任接连战败的蒙古 而且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既然蒙古采用诱敌深入之计 让宋军进入洛阳 再趁机歼灭宋军 那么宋军进入南宋境内 也可以采用这个计策 不仅如此 蒙古还发现蒙古军中成分复杂 很多人都是被迫作战 宋军就趁机劝降蒙古军中 被胁迫的民族 不久不少人开始投降南宋甚至解体 等蒙古大军进入江汉平原后 宋军选择在守城战中不断地消耗蒙古人的锐气 最后再一举攻击蒙古 深入湖北境内的蒙古大军最后溃不成军 宋军不但成功收复京门襄阳信仰 还一鼓作气 第二次进入中原河南境内 渡过淮河收复了蔡州和西州 这也是宋立宗和蒙古人死磕之后真正获得地区 蒙古建无法一口气灭了南宋 选择退兵 至此南宋又获得了宝贵的修整时间 端平更化 南宋一渡中兴 此时南宋已经步入后期 朝政腐败 经济濒临崩溃加上蒙古的崛起 南宋处于内忧外患之中 宋立宗掌握实权后先罢免梁成大 薛吉 莫泽 李之孝等宁臣 召回了被使民远排斥的贞德秀 为了翁 李直 徐乔等较有才干的大臣 蒋连成贪 制定了严格升迁制度 同时禁止没有取得 做官资格的白衣设职 防止举荐中的循私保举 取消唐厨漏规 来消除官吏冗烂的腐败现象 文化上崇畅日益兴起的理学 并使其官学 以此来稳定人心 巩固更化图治 稳定自己的统治 财政上则是整顿储币 纸币 通过回笼储币来提高储币信誉 并停止发行新惠子 纸币的方式来缓解局面 自己也节约开支 削减官员的俸禄 多次下诏节约宴会 改革严正 通过罢严钞 行官办官卖和收集服盐 并禁止私贩的手段调整雀炎 这一时期也被称为端平更化 可惜端平更化 随着时局的变化 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 而在争吵声中草草收场 之前的严正改革 却因为蔓延官吏的作弊 加上不断勒索百姓 导致很多人不满 反而加大了财政的困难 为了应对战事的贫乏 和财政的恶化 宋立宗又推行航工填法 目的是没收不法官僚 和逃户的田地 江河淤积的沙田 和军队开垦的营田 可惜推行中 一些官僚和地主多次欺瞒 并压迫贫苦农民们 导致最后不但没能从根本上 解决财政困难 反而加剧了社会动荡 为南宋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至此宋立宗发现 不管自己怎么折腾 总有一帮拖后腿的官僚阶级 加上蒙古过于强大 收复中原彻底无望 逐渐对政务感到厌倦 沉溺于声色之中 听任丁大全、马天记、董宋臣等人 执掌朝政 导致政局混乱 景定五年、一千二百六十四年 宋立宗驾崩 在位四十一年 仅次于宋仁宗 死后十五年 南宋灭亡 当然他死了也没能安宁 皇陵被盗 头盖骨居然被僧人杨脸真家 做成了酒杯 最后成了蒙元皇室的传承之宝 好在朱元璋最后夺了回来重新安葬 对于南宋 大家顶多了解宋高宗和宋孝宗 对于宋孝宗之后的皇帝 大家了解并不多 尤其是宋立宗 更是直接被评为昏庸的帝王 说实话 宋立宗虽然不能称为忠兴之主 但前期的努力和改革都是值得肯定的 通过端平更化 延缓了南宋灭亡的进程 可惜声势很大 但是治标不治本 并没有改变南宋走向衰落的趋势 或许毁誉参半 才是对宋立宗最公正的一个评价 和太阳一状